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做inscape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一个画面 这个常常看到,对不对 好,那 我们说inscape就是一个规律啦 就是说向量,那其实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创造出规律 那是电脑算出来的 跟一般我们说photoshop,或者一般比较属于 电脑绘图的一个 美学的概念不太一样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线都是电脑发出来的 所以它很重视 规律感 就是说你通过规律 规律所创造出来的美感就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它 如果漂亮,核心就在规律而已 所以 那这样子的规律怎么创造出来,就变成是我们这一次呢 要来处理的核心,那我们先把它关掉 我们从零开始 好来,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是 Ninas系统 嘿嘿,我很喜欢Ninas系统 这个我讲了很多遍 这个基本上国产CPU也出来了 然后现在作为系统 Ninas系统 已经跟 Windows差不多了 尤其是也有很多国产用的一些 最近有好几个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是Ubuntu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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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这个界面 那国产系统也很不错 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现在想花个时间教一下这个 把那个系统转换到这个地方 这个系统不用钱,软体也不用钱 硬体基本上现在也不太需要去担心 大概都OK啦 除非你的要求很特别 好,那就是这样子 那首先呢 我们按这个地方 它会把整个画面 站满 就是这个地方 好,那再过来呢 右下角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文件属性 这个这一次我们要用格线 新增 然后呢 X的距离是10 Y的距离也是10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你如果按时按时Enter 有没有 这个 一格一格就变得不一样 比较大,可以拿掉 就会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现在画圆,那我们讲过了 各位都知道有所谓的填装跟边框吧 你还没画之前,你就可以先指定填装跟边框 怎么画呢 你这个是选取对不对,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 我这没有任何地方选到啦 你比方说你现在 点 这个就是填装,按shift呢 点 这个就是边框,所以等一下呢你按圆拉出来 是不是就刚才我们点的那个啊 非常的状 状况OK 那再过来另一个你要注意的事情 很基础的东西,但你要学 假如我现在按圆,我要拉了 各位你仔细看一下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一下 我如果都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圆是不是可以躲圆或什么圆 对不对 这个圆是躲圆或什么圆 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想要拉出来的是正圆 你就是按control 按control 次数度角拉出来 按control,次数度角 次数度角拉 因为它xy会按同比例 懂吗 你按control的时候 你按control再拉 你的xy会同比例 那你同比例又四数度角 就会是一个正圆 懂吗 好 那你各位在看刚才我们大家的变化 支点在这个地方是从这个地方变化 那我现在呢 我如果按shift 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变化是从中间开始变化 再看一遍 我如果按shift 我的变化是从中间开始变化 我如果没有按shift 我的变化是 以这个为支点 有没有 以这个为支点 以这个为支点 向右下方变化 这是它的预设值 那我如果按shift 就以中间 以中间这个点 以中间这个点为核心 展开变化 看到没有 好 那有趣的事情就来了 那我如果按ctrl 又按shift 又拉四数度角 他就是会以正圆 以正中间为核心 以正中间为核心 拉出一个什么 拉出一个正圆出来 对不对 我们就看一边 好 因为这个等一下要用到 我按ctrl 圆 好 那我按ctrl 又按shift 按ctrl 按shift 就这样 四数度角啦 对 正圆 对不对 而且是从中间往 四边扩散 这个很重要的操作概念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很重要的操作概念 OK 好 那 随便找个空白地方点选 按这一个 按这一个 如果你是在选取去按这一个 按这一个 全选delete 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地方打开 这个就是隔线 这个地方隔线 跟隔线 就打开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选取 有没有 隔线我有选取 所以那 隔线我有选取 然后这个 节点我也有选取 还有中心点我也有选取 对不对 点它 就是启用 好那我们去按圆 按圆 还没有 先点它 随便点一下 这一次呢 这一次因为我们直接就要边框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 按shift 按shift 黑色 黑色的边框 然后再按叉叉 我填充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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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如果愿意的话 在无法使用的 右边这个地方 右边这个 稍微右边这个地方 按右键 它的框线的粗细是可以被决定的 把好就这样就好了 圆 我们找一个点没有这个会有叉叉 因为这个地方有 节点吗 有个叉叉叉叉叉叉帮你定位嘛 就是那好处啊 这就是它那个会定位你的节点跟这个格线会定位 我拉圆 按圆 Ctrl shift 四速度角 有没有看到正圆拉出来 注意要四速度角你要拉四速度角 你要拉四速度角 四速度角 正圆 对不对 好,我再按Ctrl D Ctrl D是复制对不对 给我有印象吧 其实他已经有复制了 我又按Ctrl Shift键 又按四十五度角拉 有没有 这个圆就很好看 就很有规律的圆 对不对 我再按Ctrl D 现在复制一个了 再按Ctrl再按Shift就是四十五度角拉 他会拉出一个正圆出来 又拉出一个正圆出来 而且是从中心向外扩散 这样是不是很漂亮的东西 对啊 这个是我们要的 等一下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 把波浪剪出来 那你不用管了 然后再过来我们按这一个 这一条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钢笔 然后按这个 各位 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我要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打开 他会自动帮你打叉叉 我不要 我要从这里 各位从这里 好 点一下 到这一个 点一下 有没有 点两下 这条线就出来了 再点一下 就照着他 你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 点他 点他 点两下 OK出来了 这样要干嘛 你把它全部选起来 各位 这里的功能 本来这个我讲过了 现在要再跟你讲一遍 又有点闲时间多 平面化 平面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先不管 任何 你看像这个东西就会封闭起来的 有没有 你就各种线条交织在一起 你不用管 各种线条交织在一起 然后封闭 只要各种线条形成封闭的地方 就会变成一个面积 所以叫平面化 懂吗 所以叫平面化 好 选起来 路径 平面化 不是 弄错了 讲错了 讲错了 路径不是平面化 断裂 断裂 什么叫断裂 就说他线条 不管怎么交叉 平面化以后再讲 其实讲过了 只不过我也常常 还会忘记 这个很多线条 刚才很多线条 对不对 这些线条呢 你会看这个地方 会构成个面积 不管你线条 有多少线条 不管你会构成一个面积 有没有像这样算一个面积 面积就被封闭起来 好 所以呢 选起来 路径 这个叫断裂 断裂 断裂就是 线条 不管什么线条 只要构成一个面积的地方 他就会形成面积 点他 有没有 没有形成面积的 这个地方是形成面积的 所以这个我不要拿掉 这个我不要拿掉 但他也是一个面积哦 其实这样也很漂亮 对不对 如果你要晚的话 这样也很漂亮 对不对 好这样也很漂亮 但不管 刚才我们要的波浪 是不是出来了 这其实两个 一个 两个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怎么样 把这两个 那个 路径 把它结合 砰砰 就出来了 结合起来 就会是这样 结合不是面积 面积会变成一个东西 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那为了 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我觉得不太需要 好 好 那我们为了漂亮 我们先处理一下 好不好 先把它的填充的颜色 填充的颜色 找出来 找一个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 好 填充颜色蓝色 框线刚才改成白色 好不好 往上跑 Shift Shift 按白就是框线 对 框线白色 白色的 白色的框线也出来了 基本上 白色的框线一下子不太看得出来 那按红色的好了 好不好 Shift 好就是这样 这个 好 那就是这样子 那再过来就很简单 再过来就是我们常用的 这个地方 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 再过来就是我们常用的 用特效 那这个特效呢 我们选这个铺牌 它预设只是三个 有没有 1 2 3 1 2 3 好我们就以三个概念来处理 今天要教你的是这一个 今天要教你的是这一个 啊 各位我们来看看 你有看到偏移 偏移 有没有 有X跟Y 你是X偏移还是Y偏移 你只能选一个 我们这个X偏移 什么意思呢 各位看着 激素的地方有没有 它是在动的 嘿 然后呢 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要的 就可以把它拉到正中间来 对啊 OK 好 好像是哦 好 这个地方 OK 然后呢我们要往上挤 这是X X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距离 Y是上下的距离 负的 负的就会挤上去的 好 就这样子 基本上你就会看到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一个这样子状况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那个 隔线 取消掉 这样你视觉上会比较好 那基本上是不是一个 出来了 它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哈 就是跌上来的嘛 那最后一个是这里啊 这里是要打散元件 因为你如果没有的话 是整个 整个整个 结合在一起 打散元件 一个一个出来 一个一个出来 其实就一个一个一个有了 就打散元件 好 那在打散元件的状况之下 按路径 因为现在是在一个电脑控制的系统里面 我如果讲过了 特效是在电脑控制的系统 所以你要把物件转成路径 就真 你看它特效不见了 真的就一个一个了 真的就一个一个了 对不对 真的就一个一个了 真的就一个一个了 他那个 他那个 样子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样子就出来了 好 那样子出来之后呢 再过来就是看看你要怎么 怎么去去去去去处理它 就是看看你要怎么去去处理它 大概就会是 就好像就是这样子嘛 主要是教你 教你怎么从那样一个地方 变到这样 那个波浪波浪波浪的样子 就就慢慢出来了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又独立出来 你也可以单独换掉模 一个颜色 如果你很变的话 你也可以单独换掉 某一个颜色 这个 Shift 白色 对不对 那它基本上就会达到你所 你所要的 效果 就构成一个很 很规律的一个波浪状的样子 好 那我们 讲到这个过程 用了很多技术 用了很多技巧 这个也不算技巧 这个思考分操作的一个原则 练会 你那个原则练的越多 越会 你在思考 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的 可变化性就越强 好我们讲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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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